節能減碳新生活 珍惜能源愛地球 待機電力節能篇 還好現在成績單都不寄到家裡 用電腦查一查就可以查到 臨時抱佛橋 還可以搞這種成績 不對不對 這種成績啊 還是不要讓媽媽知道比較好 喂 誰啊 喂 我小妹啊 我想找我 球 當然好啊 欸 等一下公園進來喔 啊這是什麼 成績單 好 國文是三 英文是二十九 四十十八 定了啦 早上出門的時候就記得關電腦就好了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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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教大家 這個電腦的電力 因為總是被我們所忽略 因此就成了默默吃掉我們荷包的耗電恐龍 其實電腦節能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落實下班關機 一般電腦它平常你不用的時候 大概耗電功力大概一百往上下 一百往上下 假如你下班關機了 這樣一天大概省下一度電 同時您假如可以落實午休的時候 也把它設定時間休眠一小時 還可以再省下0.1度電 所以一個電腦只要落實這兩個動作的話 一天大致上都可以省下1.1度電 之前有針對台灣的家庭的用電去做一個調查 調查顯示 就是一般家庭平均它的待機電力 佔它整個家庭的耗電量大概佔了7.4% 因為待機電力的管制是全球性都在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全球性在管制之下 台灣的廠商目前說出來越來越低 那目前比較高的待機是 具有網路通訊型的待機 比如說單機型的數位機上盒 還有人家的網路的聯網設備這些東西 目前相對這些東西是 跟一般的待機電力的產品比較起來 它的待機電力比較高 而在辦公室裡 除了沒關機的電腦會造成電力的浪費 影音機 音錶機與飾物機等電器產品 也經常是造成待機電力耗費的元兇喔 那你要降低待機電力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確定不用就把插頭拔掉 但是常常去拔插頭再插進去這樣子 是一個不好的動作 事實上建議就是說你去看看 如果你這個電器後面或是電器上面 有一個機械式的開關 如果有那個開關的話 你就把它關掉 不用把它插頭 如果沒有這個開關的話 你最好選擇那個延長線上面的有開關 所以你不用的時候在延長線開關上面 把那個按鍵撥掉 那完全就不會有待機了 其實只要一個簡單的開關動作 就可以為我們省下不必要的電力花費 還可以省下許多寶貴的能源喔 沒錯 接下來我們省電達人也有節能心得 要來跟大家分享喔 我想我們隨手拔插頭這件事喔 其實在節能這件事情是非常基礎 而且非常重要的喔 那但是在隨手拔插頭 其實是一個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們把拔插頭這件事 分成兩類設備 一類是我常常用的 那一類呢 是我比較少使用到的 那針對比較經常使用的 我一定會做一個開關 那這開關會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 那當我使用完這個設備之後 或是隨手把這個開關關掉 那這樣做這樣一個方式呢 可以讓我們整個 隨手拔插頭的動作可以試著一個 不停就替我們去看 走到繁央時 那些感覺 然後再次留下 拍電子 我們一起拍電子